林轩 婚礼的时间定了没有 这不就等爸妈帮我来确定了 你妈这个人 刀作鬼豆腐心 老师 长好 请请您 办事情太着急 什么事都想管 但是出发点是好的 回头把她约出来 请她吃个饭 给她个台阶响 这事就靠你了吗 好 怎么办呢 我想说什么 你是不是做了什么 对不起我的事情 今天这么殷勤 请我出来吃饭呢 我怎么会做 对不起你的事情呢 我是宠奇狂魔 就是吃顿饭嘛 来来来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不就想让我认这儿媳妇 今天摆了一桌红梅宴吗 你看 你看你这话说的 老夫老妻的了 再说都是自己家人的 怎么能是红门宴哪 我就是不甘心 你说咱们家孩子多优秀啊 怎么就被那大模特的 一对儿女给拐走了呢 当然了 你的儿女都是优秀的 可是现在孩子长大了 不能老是把他们当成 一个小孩去看 对吗 再不是小孩子 还没长大呢 没有人生经历和阅历 等恋爱的激情退过以后 他们才知道 生活原本没有他们想 这么简单 生活原本就是美好的 应该是快乐的 就像你现在过的每一天一样啊 再说了明轩现在把 明远集团管理得这么好 陆珠 模特的经济做的有模有样的 这些是他们喜欢的事情 他们自己选择的 不能老是干涉了 再说了 他们都领了结婚证了 生米都做成手饭了 你就惯着吧 我还惯着你呢 不对吗 你就要一辈子惯着我 当然 那必须得惯一辈子 来 这是你 和李明见着 真 就要见我爸妈了 怎么样 我紧张 紧张什么呀 我父母挺好的 来了 你妈一直在等你们 妈好 赶紧坐 赶紧坐 赶紧 今天早上一大早啊 你妈就收拾了半天 提前一个小时就到这儿了 你看这个酒也是她准备的 是吧 我最近睡眠不太好 达达 我跟莫菲敬爸爸那杯 好 好 我最近睡眠不太好 好 好 祝老爸帅气健康 老妈呢 永远聪慧美定 说两句 那 我也祝你们俩 永远幸福 谢谢妈 谢谢妈 谢谢爸 祝你们幸福 来 坐下吃饭 坐下吃饭 你肩脚拐弯的那儿 那个服装店 你不是看上一件衣服吗 我也没法替你参谋 今天莫菲来了 对吧 她正好可以替你参谋一下 她刚好吃完饭那个 莫菲跟妈去逛逛 对 妈 我陪你去 知道是哪家服装店 就那一排那几家 一个蓝的一个画的 她不知道喜欢哪一件 你觉得你妈适合穿哪件 妈肯定穿哪件的啊 肯 这小子 这菜妈特喜欢吃 给妈夹一个 妈 你多吃点啊 看你说的 小嘴还是甜的 是啊 我说办个婚礼原来这么麻烦呀 怎么了 现在后悔了 谁说我后悔了 我说还不能让我叨叨几句吗 哈喽 老婆 你说咱俩是不是明天应该把 咱们俩各自设计的婚礼禀风 拿出来 好好地拜托一下 还拜托一下 你现在 带我去一趟店里吧 我有东西拉在那儿了 我发现你一天就喜欢折腾的 我发现你一天就喜欢折腾的 没折腾你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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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老婆服务 是我的使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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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